最新消息 今年3月18号于泉州围头湾获救的金门士兵胡军祥 在有关部门结束对其调查程序后 今天由其家属和金门民意代表陈玉珍陪同返回金门 3月18号 有关部门在围头湾救起一艘失去动力的金门海钓船 船上两名人员均为金门人 其中 吴宇阳为普通民众已于3月23号送返金门 胡军祥则因身份存疑被留置 接受调查 期间 大陆有关部门妥善照料其生活 胡的家属曾到泉州进行探望